我們現在在聖母教堂 聖母教堂是哪裡呢 聖母教堂是耶路撒冷島城區裡面 基督徒區的中心 它是他們所有發展的中心 就是這個教堂 那這個教堂是羅馬的君士坦丁皇帝 他的母親 在他的支持下 有了這樣的一個教堂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聖母教堂呢 因為這邊是 一般人所謂的主耶穌 他的苦路之行的最後幾站 就在這裡 那什麼是苦路呢 傳統上 這個教會給苦路下的定義就是說 從他被比拉多 羅馬總督比拉多受審 一直到他定十字架 然後下來埋葬 整個一共有十四站 那就是包括他中間背著自己的十字架啦 然後跌倒啦 各方面 那總共有十四站 這就要苦路 那很多基督徒 都喜歡來走一走看一看 那我們剛剛也是從橄欖山 柯西馬寧園下來 然後就從獅子門進來 沿著這個苦路的每一站我們來走 那你看我還買了一本 中文版的苦路的講解 那可以對照一下 那為大家講一下 第一站他其實就是在 從那個穆斯林去那邊開始 就是把 耶穌解到比拉多那邊去受審開始 然後一到八站 都在附近的街道 那到了第九站開始 第九站就是在 主耶穌第三次跌倒的地方 也是在這個教堂的外面 那從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傳統上就認為都在聖母教堂裡面 給大家念一念 第九站是主耶穌跌倒第三次 第十站是他被撥去外衣 十一站是定十字架 那十二站呢 就是死在十字架上 十三站 從十字架上被這個擠下來 那第十四站被安放在墳墓裡面 所以 來到聖母教堂你可以看到很多的 可以說是景點 那不過 這個 也有人認為啊 其實 從第一站到第八站 就聖母教堂以外那些點 很可能也不一定是原來當初那些地方 OK 然後呢 至於聖母教堂他說 主耶穌埋葬在這裡 這個也是有不同的說法 因為 呃 猶太人 不太會把那個 死人埋葬在城裡面 這邊是城裡面的範圍 所以 無論如何 我們就是來 來看一看 那主耶穌的這個 古路之行啊 呃 雖然他給他定了這十四站 那事實上主耶穌的受苦 你也可以說 他從 克西馬尼園 他一個人在那邊禱告就開始 因為克西馬尼園 他的意思就是炸油雞 把你炸出油來 他從那邊 在那邊禱告就開始受苦 你再更早往前推 他成為 他從他成為人子 他這三十三年半其實一直都在受苦 所以 真正的苦路之行 是他這三十三年半的人生的旅程 所以我們帶大家來看一看 那 最後給大家出一個題目 就是說 這個 這十四站 這十四站啊 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 這是什麼樣的路 是苦路還是歡樂之路 請大家在這個影片的下方留言一下 那待會兒如果我們有機會 我們可以帶大家進去再看一看 這是有很多教派共同管理的 那就期待下一部影片